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解读设计 今天和大家分享三个标志性的logo设计 第一个呢是时评作家协会的logo 是时评作家 所以我们看这个logo是非常出名的 是笔尖 然后笔尖之间是一把勺子 把时评和作家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我们再看NBClogo NBC呢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这他们广播公司啊 因为台灰又被称为孔雀台 这孔雀呢代表着颜色和自豪感 我们再看 皮兹堡动物园的logo设计 乍眼看是一棵大树 再多看一眼 我们发现这是一头大猩猩 凝视着一头 持狮 狮子 这不就是动物园吗 所以多想一步 多看一眼 让我们永远的记住它 就不会忘记 那从这些设计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呢 就是要把我们的名称 把我们公司的功能啊 全部都要隐藏在你的logo设计里面 可以让人多想一步 多看一眼 然后才发现各种奥秘 这样你的logo就非常成功了 所以设计的人要多想一步 把一些信息隐藏在logo的设计里面 这样就是非常好的设计了 谢谢大家